大家好,今天要介绍一部小田幽的作品。 在影片中,小幽是一位外表非常严厉的女社长。 这天一早,她在公司接到丈夫打来的电话, 说是因为工作原因要出差三个月。 小幽一听,就觉得很寂寞。 枉费了一番黑丝高跟短裙的打扮。 就在小幽独自站在窗边发呆神伤的时候, 公司的男下属小王正好过来找她。 小幽在上楼梯的时候,恰巧发现小王在看着她的背影发呆。 于是,小幽的心里有了一个大胆的计划。 既然丈夫要出差三个月, 那么接下来的日子,她就要在公司找乐子。 这天开会的时候,小王非常的紧张。 因为美女社长就坐在自己旁边, 而且还时不时地对小王进行各种暗示。 于是,小幽干脆让另外一位男职员出去, 让她们孤男寡女地在会议室里深入研究工作。 自从上次的深入研究之后, 小幽对小王这位认真的职员有了很特别的感觉。 经常在上班的时候, 利用各种机会对小王进行鼓励。 就算公司里有其他人在, 小幽也毫不在意。 就连下班的时候, 也常常让小王留下来加班。 虽然这严重违反了劳工法, 但是小王却任劳任怨, 非常乐意。 随着时间的推移, 小幽开始变得胃口大开。 单单是小王一人, 已经无法满足她的工作需求。 于是, 小幽便利用社长的权力, 经常叫一群男员工到仓库里额外加班。 面对小幽这种耐用职权的行为, 男员工们不仅没有抱怨, 反而更加努力地工作。 就这样, 在小幽丈夫出差的三个月里, 公司的业绩有了大幅度的提升。 这部快三个小时的作品, 剧情画面不到五分钟。 喜欢看团战动作片的朋友们, 一定会爱上这部作品。 特别是小田幽一如既往的完美演技, 更是让人看后心旷神怡, 贫血头晕。